这个莲花日新问的 有关于无肉的问题 如何断血和 如何降龙腐腐 有关于灵方面的 三分七破 各何处安在 有关于种子日的 四大天丸的真颜种子日 跟它的颜色 这个莲满上司 已经把你这几个资料 已经查了 他说有关于灵的 在华海沟贤第八十三页 灵的安在的问题 还有这个有关种子日的问题 他帮你写在这里 这个几个种子日 都已经帮你写 因为我现在这样子写 你也看不到 那四大天丸的真颜在 《灵仙金刚大华》 一书里面 现在我回答是回答无肉的问题 如何断血和 这个无肉是这个样子 因为在道家还是在密教里面 都有一句话 都讲肉尽则亡 也就是露尽则死 那么你体念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元素 最好能够修正到无肉 那很简单的讲 这个男的 他本身就是要断掉这个 这个不露明点 这明点呢又包含无形的智慧明点 跟有形的这个经 那么你的呢 他也是有无形的智慧明点 跟有形的血 那如何断呢 这个是内法的问题 也就是教你先修保平气 前身里面你修了气 你这个气产生了力 这个力量 这个气在走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用锁是倒影 摩擦有触觉 那么往上走 你要观想这个气 也一样跟着往上走 到最后不用用锁去触 他直接就有气往上走 那么这一股气 就是要你修保平气 让你气很足 你全身充满的气 像一个保平一样 这个气到了所有的维歇管 然后你再把气集中 要把气集中起来 那么把你这个要漏掉的 这个物质明点 你身上的物质明点 用这一股气化为佛 化为内佛 去燃烧它 它本来是一个液体 燃烧它 燃烧它以后 它就变成气体 那么气体它就往上升 往上提 往上升 这个升到五轮的时候 在那边凝固 凝结 就变成蛇例子 你能够用你身上的气来运送 你内佛燃烧出来的这些液体 你的物质明点送到你身上的五轮 这个方法就是内佛 那你要提 就是它要漏掉的时候 它要漏了 你又要提 提就是用体味的方法把它提 那么提起来 用你的内佛去陪它 去烧它 把它烧成气 那么气就顺着中末 上升到五轮 那么把这些东西凝固在五轮 就变成蛇例子 在道家讲 这个就是降龙福福 这个就是断血合 跟明点无漏 讲是很简单 事实上 你要明点无漏 你还要降低你的欲望 你的意念不是很多 那么你要这个关闭六节 眼而彼舌生意 你统统要关 那么你心中没有那个欲望 你能够保持这个心灵的平和 你在修降提慈善 再用提法 把这个东西提起来 用内佛去陪它 使它转成气 所以道家讲精气神 就是把精炼精变成气 由气再化为神 由神再攀息 这个就是 这个盘本还原的 这个道家的修炼的方法 那么密宗呢 也一样的 要把这个明点不漏 你精刚成 你修双印 你漏了 就算幻界 就要下精刚第一的 所以这个修精刚成 你用双印 双印是这个样子 很容易使这个天停水 菩提心愿意 下降 再利用双印的方法 你真气灌注 使这个气通对方的这个中末 就用方便气转为知会气 通他的本身的中末 使他通他等于是在度化他 然后用气的回转 用气的旋转 使他一样跟对方跟你一样 达到同样的一种境界的方法 这个叫做密教本身的 很秘密的这个双密的方法 这个双印的方法 他有他的这个道理存在 但是你只要你这个 还不能断血合 那么你也还不能这个明点无漏 那么这个方法你去修 你就下金刚第一 所以这个他的起码的 就是你已经修到了 无漏明点不换界的 所以才可以修 像莲花生大士 他跟五个佛母 他是本身是这样子修的 他这个双印就是这个道理 存在 Johnson 请不含 请不含 请不吨 请不吭